我们来看到王品集团下的出瓦韩式料理 以及向腊和牛麻辣锅 这两家都是在台北市西门町铜栋楼的餐厅 但是在七米廉价的期间 也传出发生了食物中毒的事件 其后两家店合计是由22个人通报了 卫生局上吐下线 那8号的时候又暴增了34个人 所以现在累计一共是由56人 在这两家店用餐之后 发生了食物中毒的现象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说 已经要求店家停业 并且提出改善的措施 会经过审查以及复查合格 才会让业者恢复营业 好来看到国产的Nahee出包了 屏东斜村水产呢 现在是被这个食药署 验出了含有孔雀率0.0024ppm 这个通常是用在观赏鱼 那使用于依法是不能够验出来的 所以已经针对业者开罚了6万元 屏东斜村水产是首次违规 那这一批不合格的Nahee 一共是共计有780公斤 都是作为外销用途的 没有在国内贩售 由于孔雀率会影响到人体 甚至传出是有致癌的风险 但是业者他们喊冤说 被验出的是还原型的孔雀率 这个都是好多年前在使用的 现在早就已经没有用了 但是由于还原型的孔雀率呢 会沉积在池底长达20年 所以可能还是会验出来 但是绝对不是现在使用的